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日的第一个新闻 我们来看看特斯拉的Cybertruck 这款车自发布以来评价褒贬不一 但在5月特斯拉仍然成为美国电动皮卡销量冠军 虽然价格尚未确定 但特斯拉希望能定在5万美元左右 这可能会面临挑战 因为其独特的外骨骼设计需要高压空气成型 不过 特斯拉的忠实粉丝可能仍会支持公司的股价 接下来 我们来关注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 州政府在疫情期间向家庭发放了53万7千张购物卡 其中87.5%被激活 总额达到5620万美元 然而 社会服务部门无法追踪这些卡片的实际使用情况 因此无法确定剩余800万美元的去向 这些卡片已于上个月过期 而新的永久性计划已在35个州启动 但南卡罗来纳州并不在其中 最后 我们来看看体育新闻 达拉斯牛仔队的首席运营官斯蒂芬 琼斯认为NFL赛季延长至18场比赛是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球员会因为额外的收入而接受这一改变 并且增加的收入将用来提高球员的薪酬 NFL已于2021年将赛季延长至17场 延长至18场似乎是联盟的下一步计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南卡罗来纳州有超过800万美元的食品援助金未被使用 去年8月 州社会服务部向全州家庭邮寄了近53万7千张 加载有食品援助金的借记卡 这些资金是联邦政府在COVID-19疫情期间的临时项目的一部分 旨在帮助家庭在孩子不上学的月份购买食品 然而 最后一轮每个孩子提供120美元的卡在9个月后 于5月到7 约67千张卡未被使用 尽管社会服务和教育部门通过新闻采访和社交媒体试图宣传 但很多家庭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使用这些卡 包括可能丢失或不认识卡的合法性 南卡罗来纳州在疫情期间共分发了2.26百万张卡 总计提供了10.4亿美元的食品援助 尽管如此 南卡罗来纳州在新永久性项目的实施中并未参与 因为州长亨利 麦克马斯特拒绝参与 指出 州内有其他项目在夏季为孩子们提供食物 在另一篇来自Yahoo US的文章中 特斯拉的Cybertruck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尽管在2019年发布前收到了近200万个预订单 但由于价格高于预期 召回导致的安全问题以及设计问题 使得部分市场的热度有所下降 特斯拉每周生产约1300辆Cybertruck 目标是到2024年底每周生产2500辆 最顶级的Cyberbeast型号售价接近10万美元 比投资者预期的约5万美元高出许多 Cybertruck的独特设计 包括防弹不锈钢外壳和全电动转向系统 使其在市场上独树一致 然而 这种设计也让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 尽管如此 Cybertruck在竞争激烈的电动车市场中 可能成为特斯拉的关键差异化因素 特斯拉在美国电动车市场的份额 在第二季度首次跌破50% 但Cybertruck在5月份成为美国最畅销的电动皮卡车 特斯拉的忠实粉丝 可能会继续支持马斯克的产品愿景 尽管市场表现并不总是由销售数字驱动 最后 Yahoo!US报道 达拉斯牛仔队首席运营官史蒂芬 琼斯认为NFL增加到18场常规赛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在Scoop City播客中表示 尽管很多人认为球员会反对延长赛季 但他相信当球员看到额外比赛带来的额外收入时 他们会支持这个决定 自2021年NFL开始实行17场赛季以来 关于增加到18场比赛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琼斯表示 球员享受来自额外收入的补偿 NFL的收入将大幅增加 这将有助于提高球员的薪酬 增加到18场比赛 不仅会增加联盟的收入 还会为球员提供更多的补偿 南华早报 重庆一位70岁的公司老板郭重志 在其工厂关闭20年后 收到近800万元人民币 约100万美元的拆迁补偿金 并决定将这笔钱分给406名前员工 包括那些已经退休 辞职或去世的员工及其家属 郭重志是重庆通用阀门厂的前厂长 该厂于1971年成立 巅峰时期拥有超过400名员工 但因经济状况于2000年关闭 2018年建筑被拆除 这笔补偿金的分配过程充满挑战 郭决定将35%的款项 分给以前的员工 65%分给工厂关闭前仍在职的员工 具体金额根据每个人在工厂的工作时间 进一步分配 郭重志为了找到这些员工 甚至发布寻人启事 并向警方和媒体寻求帮助 最终成功找到了371名员工 并发放了补偿金 郭的举动在中国网络社区中 获得广泛赞誉 南华早报 香港的购房者 在屯门的黄金海岸湾项目中 抢购了新推出的Upland公寓 这些公寓以8年来最低的价格上市 开发商提供了大幅折扣 以刺激疲软的市场需求 由富豪蔡志明拥有的早光国际控股公司 在首批推出的188套公寓中 售出了119套 售价在184万港元 约23.5万美元到703万港元之间 折合每平方英尺价格为 8903至11900港元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由于高借贷成本和经济增速放缓 而面临挑战 开发商通过低价策略吸引买家 未来几年 香港的新房供应预计将激增至11万2000套 而需求因利率高企和经济放缓而减少 市场对美联储可能在9月中旬降息的预期 可能会给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一些缓解 预计房价在第三季度可能下降3% 并在随后的三个月内反弹3%到5% 雅虎美国 亚利桑那州彩票提供多种抽奖游戏 包括强力球 Powerball 超级百万 Mega Millions The Peak Triple Twist Fantasy 5和Peak 3等 最近的强力球和超级百万彩票的 投奖金额巨大 进入了美国彩票历史前十 亚利桑那州的彩票收入 用于资助高等教育 卫生和社会服务 环境保护 以及经济和商业发展 7月19日的超级百万结果为10 17 23 50 67 Mega Ball为03 Mega Player为3 Peak 3的结果为6 90 中奖者可以通过邮寄 或亲自前往亚利桑那州彩票办公室 领取奖金 凤凰城 图森和金曼等地都有彩票办公室 具体地址和营业时间 可以在亚利桑那州彩票官方网站上查询 彩票票可以在加油站 便利店和杂货店购买 也可以通过Jackpocket应用程序在线订购 日本时报报道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 曾被视为全球货币的未来 但在美国 这一前景正因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盟友的反对 而蒙上阴影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对数字美元的厌恶 根植于对国家监控工具的担忧 认为其使用可被当局追踪 同时 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 对加密货币行业构成重大竞争威胁 因为它们可以消除金融中介 实现更快 更简单的资金传输 特朗普誓言永不允许美元数字化 这不仅影响加密货币世界 还可能在他与中国的贸易战中 开辟新的战线 因为中国在CBDC领域已领先一步 南华早报报道称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 将在第四季度推出 适用于香港市场的 右舵7座多功能车MPV 在元朗Yohomix购物中心 开设的首家展厅中 小鹏区域总经理Jerry Tam透露 小鹏在进入香港市场两个月内 已收到超过500份订单 主要是G6 SUV和X9 MPV的订单 小鹏在香港市场的首批G6 SUV 将在第三季度交付 而X9的基础款单次充电可行驶610公里 起价为50万港元 与此同时 吉利旗下高端电动车品牌极客 也在香港推出了其六座纯电动 MPV极客009的右舵版本 极客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开始交付这些新车 其IPO在纽交所筹集了约4.41亿美元 成为自2021年满邦集团 在纽交所上市以来 中国公司在美最大规模的IPO 南华早报还提到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 将新加坡作为总部或研发部门的所在地 这一趋势是由于中美关系恶化 和中国国内对科技公司的监管风暴所引发的 尽管这些企业家保持低调 但他们的企业 常因政策变化或突如其来的关注 而走入公众视野 例如 快时尚公司SUN计划在伦敦上市 但因其中国背景面临诸多挑战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门户 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 尤其是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这些企业通过在新加坡设立总部来 重新品牌化 试图摆脱中国背景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 专家指出 企业不仅要掩盖其根源 还需接受严格的监管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新加坡的中立性和稳定性使其成为国际运营的理想基地 尽管香港也在努力吸引外资 但新加坡的优势仍然明显 Yahoo!US选举活动结束后 候选人竞选基金中剩余的钱会怎样处理 这个问题常常困扰选民 根据明尼苏达州竞选财务和公开披露委员会执行董事 杰夫·希格德森的说法 联邦、州和地方选举的规则各不相同 以明尼苏达州为例 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每年可接受最高600美元的捐款 而州众议院和参议院候选人在两年内可接受最高1000美元的捐款 竞选结束后 候选人可以选择继续活跃的竞选委员会 或者关闭委员会 并将剩余资金捐赠给政党单位或特定慈善机构 但不能将资金用于个人用途 Washington Post 钱拉斯维加斯是议员 现任内华达州和平法官的米歇尔 菲奥尔被指控利用为已故警官纪念碑筹集的捐款 支付女儿婚礼和其他个人开支 据联邦起诉书 菲奥尔承诺捐款将用于纪念被杀警官的雕像 但实际上这些捐款被用于支付租金 履行和政治筹款账单 他在法庭上对一项共谋电信诈骗和四项电信诈骗指控表示不认罪 如果罪名成立 他每项指控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菲奥尔称这些指控是对他人格的直接攻击 并表示将全力应对这些指控 Yahoo!US一周内Magnificent 7股票市值蒸发超过1.2万亿美元 而这一损失主要归咎于一只标普500股票 Yahoo!US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五下跌 因全球IT中断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主要平均指数未能从抛售中恢复过来 导致道琼斯指数结束了连胜 标普500指数下跌0.7%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内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 这两个指数都创下自4月以来最差的周表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近1% 科技股在一系列动荡的交易日中大幅下跌 尤其是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股受到重创 投资者正在从推动近期反弹的科技巨头中撤出资金 转向被认为在利率下降中受益更多的小盘股 早些时候 投资者评估了全球计算机系统前所未有的故障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次故障导致航班停飞 银行 电信和媒体公司等也受到影响 但在Cloudstrike CRWD表示已修复故障后 担忧有所缓解 这次故障是一次影响微软MSFT系统的更新失误所致 Cloudstrike的股价一度暴跌20% 但后来收复部分失地跌幅缩小至11% 微软的股价则下跌不到1% 与此同时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周四的提名演讲中表示 他将在上任第一天结束电动汽车的强制规定 他的言论引发了市场对特朗普交易的关注 即如果前总统再次入主白宫 他的政策对资产的影响 周五 芯片股继续下跌 预计本周将已大幅亏损收尾 NVIDIA NVDA在交易中下跌超过2% 这家人工智能巨头 本周将结束超过2%的亏损 芯片设备制造商ASMLASML也在周五下跌 本周累计下跌17% 本周早些时候 随着地缘政治逆风的出现 半导体的抛售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投资者对美国可能对向中国出口半导体技术 实施更严格限制的报道感到担忧 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关于台湾的评论也助长了抛售 台湾是一个主要的芯片制造中心 周五 纳斯达克100指数跌至盘中低点 下跌约1%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 TSLA下跌超过4% 而芯片制造商NVIDIA NVD下跌超过2% 其他半导体股也下跌 英特尔 INTC下跌超过5% ASML下跌3% 特朗普在共和党大会上批评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倡议 称其为绿色芯片局 并表示他将在上任第一天结束电动汽车的强制规定 从而挽救美国汽车工业免于完全毁灭 并为美国消费者每辆车节省数千美元 尽管特斯拉 CEO 埃隆 马斯克支持特朗普 但特斯拉的股价在周五下跌了4% 亚马逊上的DB Power便携式汽车启动器降价至40美元 这是有史以来的最低价格 这款启动器不仅可以启动汽车 还配备了一个智能USB端口 可以快速为笔记本电脑 手机 平板电脑和其他设备充电 它可以在一次充电后启动汽车多达30次 具有1600安培的峰值电流和重型夹子和电缆 它还配备了过流保护 短路保护 过载保护 过电压保护和过冲保护 以确保在启动汽车时的安全 一个LCD屏幕显示剩余电量 内置指南针可以帮助在迷路时找到回家的路 即使汽车状态良好 也可以用这个设备为手机 平板电脑或其他设备充电 用户评价中 许多人对其表现赞不绝口 一位用户表示 它非常方便 我已经用它启动了我的割草机 船 卡车等 每次都像魅力一样工作 但也有用户希望有更多的充电方式 认为只有点烟器适配器或墙壁适配器可以充电 没有USB电源输入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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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